各位朋友大家好 先说最近有一个非常意外的事情 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在8月24号乌克兰的独立日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突然向乌克兰送起了祝福 祝贺乌克兰独立 大家都知道白俄罗斯是目前俄罗斯仅有的几个盟国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乌克兰的独立日 给乌克兰送去祝福 难道说这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背叛了普京 想要投靠西方 想要和乌克兰搞好关系 事情也不是这样 要搞清楚为什么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要给乌克兰发去祝福 要看另外一条新闻 最近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的紧张局势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根据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最近的声明 乌克兰在白俄罗斯边境部署了超过12万名的军人 白俄罗斯则采取了随即的行动 部署自己的军队以应对可能的冲突 卢卡申科警告说 如果北约军队介入的话 有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其实跟乌克兰的一场没有能够实现的 微微旧照的军事战略有关 看一下地图可以看出来 乌克兰是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间和这两个国家都接壤 现在乌克兰在乌东地区受到俄罗斯军队的猛烈攻击十分的被动 所以乌克兰就想使用微微旧照之计 在其他地方发起新的攻势 迫使乌东地区的俄罗斯撤出来 增援其他地方 这样就可以缓解乌东地区乌克兰军队的不利局面 使战局朝乌克兰有利的方向发展 乌克兰想要微微旧照把乌东地区的俄罗斯军队调离 最好的方案就是进攻白俄罗斯 第一从地图上来看 白俄罗斯距离乌克兰近距离俄罗斯远 乌克兰进攻白俄罗斯要比进攻俄罗斯要容易很多 第二白俄罗斯军队的战斗能力大大不如俄罗斯军队 因为白俄罗斯军队已经很多年没有打过仗了 他们也没有作战经验 乌克兰军队要进攻白俄罗斯军队 估计就是一个碾压性的 很容易打进白俄罗斯 甚至有可能一鼓作气占领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 第三一旦乌克兰军队打进白俄罗斯 那俄罗斯就必须要出兵相救 因为白俄罗斯是俄罗斯的仅有的几个盟国 俄罗斯不出兵相救是说不过去的 一旦俄罗斯要出兵救白俄罗斯 必然他就要动用俄罗斯在乌东地区的最精锐部队 这样乌克兰在乌东地区的压力就解压了 战局就像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了 所以前一段时间很多人都认为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之间的战争是有可能爆发了 乌克兰在白俄罗斯边境截击部队 准备要进攻白俄罗斯就要实施唯威救赵之计 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是弱国 但是对白俄罗斯乌克兰又是强国 乌克兰要打败白俄罗斯应该是轻而易举 不过最后乌克兰还是放弃了 进攻白俄罗斯的唯威救赵之计 在7月14号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宣布 边境的紧张局势消除 乌克兰已经撤走了军队 为什么乌克兰要放弃进攻 白俄罗斯的唯威救赵军事战略呢 从纯军事的角度来说 乌克兰进攻白俄罗斯 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唯威救赵的军事行动 可以迫使俄罗斯军队撤出乌东地区 来增援白俄罗斯 但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说 乌克兰进攻白俄罗斯 政治上的问题非常大 因为白俄罗斯毕竟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虽然说白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是支持俄罗斯的 但乌克兰也不能因为别的国家支持俄罗斯 他就向这个国家发起军事行动 乌克兰进攻白俄罗斯 就是一个完全彻底的侵略行动 在国际上就会受到谴责 美国西方国家也不好帮乌克兰说话 所以乌克兰迫于政治上的压力 不得不放弃进攻白俄罗斯的 唯威救赵军事战略 改为进攻俄罗斯本土的唯威救赵 7月14号 乌克兰从白俄罗斯边境撤军 8月6号 乌克兰军队突然攻入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 实施进攻俄罗斯本土的唯威救赵军事战略 但是进攻俄罗斯本土的唯威救赵战略 就比进攻白俄罗斯的唯威救赵 效果差了很多 首先是俄罗斯军队比白俄罗斯军队战斗力强很多 作战经验也很丰富 乌克兰要想打赢俄罗斯军队是不容易的 但是要打赢白俄罗斯军队就很容易 其次俄罗斯的领土广大 俄罗斯受到侵略 他也不一定非要去救援不可 如果俄罗斯军队不从乌东地区撤出来救援 放任乌克兰军队就进入他们的库尔斯克州去 那么乌克兰军队也很难有作为 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是非常大的 面积相当于半个白俄罗斯国家的大小 以乌克兰军队的实力 要想完全占领白俄罗斯可以说毫无问题 但是他要想完全占领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而且如果乌克兰军队孤军深入 很容易被俄罗斯军队超后路全监 所以现在乌克兰军队虽然打进了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 但是并没有扭转整个战局的形势 而如果乌克兰打入白俄罗斯 占领白俄罗斯的话 那就会整个扭转战局的形势 但不管怎么说 政治还是压倒性的 所以军事再高明的军事战略也必须服从政治的要求 这样一来乌克兰就不得不服从政治的要求 放弃进攻白俄罗斯的计划 改为进攻俄罗斯 看了这个消息之后 也就明白为什么白俄罗斯总统卢哈申科 要给乌克兰发祝贺 他也是对乌克兰提出一个警告 就希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国还是需要友好 我们不要打仗不要动手 转回来说今天的主题 根据中国银行公告 中国银行行长刘金因个人原因辞去中国银行行长 中国银行副董事长执行董事 董事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该辞任自2024年8月25号生效 刘金是自2021年4月担任中国银行行长 2021年6月起又担任中国银行副董事长 2021年8月起兼任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 2023年4月起至2024年3月兼任中国银行航空租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也就是说刘金是2021年才被提拔上来的 他肯定是属于习近平派系的人 至少是习近平信得过的人 现在刘金突然以个人的原因辞去中国银行行长的职务 对于北京的政治有经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中国银行出大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说中国银行行长刘金是被中纪委调查 调查双规这倒不是什么大事 不过是他个人的贪腐问题 或者是涉及到派系斗争的问题都不算是大事 而中国银行行长刘新并没有被中纪委调查双规 而是他自己辞职了 而且辞职之后还被称为刘金先生 这就说明中国银行出大事 首先因为中共这个政党是不允许党员辞职的 叫做党叫干啥就干啥 党叫你当中国银行的行长 你就要当这个行长 你不能说我不想干我要辞职 如果你辞职不干 轻的说是不听党的话 重的说就是反党 所以中共的高官不存在主动辞职一说 中共的高官辞职 其实都是当背锅侠 要替党背锅要负这个责任 也就是说中国银行出了大事 这个大事并不是因为个人的贪腐问题 造成的也不是因为个人的过失 而是整个银行系统出了大问题 而整个银行系统出了大问题 没有一个人负责也不行 所以就需要一个人来负责任当背锅侠 于是中国银行行长刘静就成为这个背锅侠 他的辞职就是要为中国银行出的大问题来负责 那么中国银行到底是出了什么大问题呢 现在我们还不是太清楚 不过我想很快这个问题就会泄露出来 这是一个掩盖不住的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能掩盖得住的话 那中国银行行长刘金也就不用辞职 一般来说 最有可能的就是中国银行的坏账问题爆炸了 因为银行的坏账太多 就会造成银行的经营困难 当然刘金作为银行的行长 他就要为这个事情负责所以他辞职 而中国银行的坏账多 一般来说还不是银行本身的原因 都是来自上面的指示或者上面的压力 上面要求银行给什么人或者什么单位贷款 银行明明知道这个人和这个单位是还不了款的 但是他也顶不住上面的压力 只好贷这种款 一旦这个款贷出去之后必然成为坏账 所以中国银行因为上面的各种原因就有一大堆坏账 在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 银行的借贷业务比较多 银行的利息也比较高 所以银行还可以靠这些借贷的利息来维持银行的经营 但是当经济恶化的时候 没有人向银行去借款了 银行的钱借不出去 降低利息也还是借不出去 那银行的钱借不出去 银行就没有利息可赚 那么银行的坏账问题就一下突出起来 银行的经营就很困难 而银行经营困难的时候 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削减支出 而削减支出就不得不裁员减工资 因为中国银行是国有企业嘛 裁减员工不是轻易可以裁减的 减工资过多也会引起员工的名分 所以中国银行要被迫裁员和减工资的时候 就必须要找一个背锅侠 让他为裁员和减工资的事情来负责任 这个时候中国银行行长刘金就成了这个背锅侠辞职了 中国银行就可以对员工说 就是因为行长刘金的领导不力 造成中国银行大量的亏损 所以不得以裁员和减工资 刘金现在自己也辞职了 他们用这样的办法来平息民愤 这就等于是当年三国时期的曹操借人头的故事 当时曹操起兵17万军队去讨伐元素 但是他的粮食不够 士兵吃不饱饭 于是军队怨声载道 曹操就叫来梁草官王后 他就说 我要像你借一样东西去安抚军心 你一定不能拎洗 王后问是什么东西 曹操说 我要借你像上的人头 王后大惊说 我没有罪啊 曹操说 我知道你没有罪 但是我要不杀你 军队就会划遍 所以你死了之后 你的妻儿疗小 我会帮你照料好 你就不必担心了 还没有等王后继续说话 曹操就直接命令门口的刀扶手 把王后拖出去斩首 斩首完之后 就把王后的人头挂在高杆上 并且发出榜门说 梁草官王后贪污盗窃粮食 造成粮食短缺 现在已经被军阀处置 这样一来 梁草官王后就成了背锅侠 军队的怨气就解除了 曹操就打了胜仗 现在刘金的辞职 他也是当一个背锅侠 不过好在他只是辞职 没有要他的人头 然而刘金的辞职 并不能解决中国银行的危机 将来中国银行的危机会越来越大 刘金的辞职 只是表示中国银行的危机 才刚刚爆发出来而已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众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